歡迎收看個人電訊youtube頻道 今天介紹了一部新款電話 大網大電快充的 Vivo Z5XD 這部機呢 是極點全面屏 為什麼說極點全面屏呢 因為它這個 這裡有一個鏡頭 有一個高清鏡頭 是窄下巴設計 佔比相當高 有6.53吋大網機 其次大電 來自5000毫安倍時的 大容量電池 有18W的雙引擎 雙引擎的閃充 所以大網大電 機身 會厚一點 這是必然的 沒理由 大網機給你3000多電量 你也不買 因為不夠電力的 所以它這個可以做到一天一充 不用一天一充 是幫你護駕 護航的 另外它還支援 OTG反向充電 可以當一個充電寶 這樣用的 你需要一條OTG的轉接線 其次 性能方面 性能方面 都是相當之強的 在這個價位 就是在千多元價位 是相當之強的 是用上曉龍的710 這顆U 跑分是有17萬分以上的 17萬分或以上 大概是這樣 我沒記錯的話就是這樣 所以性能相當有保證 另外它這部機 有電競模式 電競模式 大家都知道 你玩遊戲的時候是用到的 還有它有4D震感 還有3D環繞聲 也是有的 這裡有個遊戲中心的 看看四條邊 左邊有個獨立的AI 卡槽位置在這裡 卡槽位置相當實用 可以放兩張NanoSIM 即是電話卡 再加一張MicroSD卡 記憶卡 即是三張卡 同一時間 放進去 放進去 使用性 相當之高 底部 有一邊喇叭 中間是MicroUSB 左邊有3.5mm耳機孔 即是接口 即是保留了3.5mm 3.5mm 我看看有沒有收音機 我看看有沒有收音機 不覺有收音機 這個是沒有收音機 對了 OK 那我們繼續 鏡頭呢 後置的指紋 鏡頭呢 這一次呢 都是換上三鏡頭 三鏡頭 主力呢 1600萬的高清 有120度的超廣角 800萬的 再加200萬的景深 造成一個三鏡頭 所以呢 這部相機呢 還有這部相機呢 還有這個鏡頭呢 在夜視方面呢 有超級夜景 那如果你逆光的話 它有超級夜光的 即是背光 即是背光 可以拍到那個人很清 還有那些景很清 這部是黑色的 這個power 鍵在右邊 還有音量鍵都在右邊 那個額頭沒有什麼的了 整體來說呢 這部機呢 性能相當之不弱的 即是大螢幕機來說 又是這個價位 即是千多元的價位 相當之划算的 那如果你買 6GB 128GB呢 2000元港幣有找 那你如果再下一點的 即是低配一點的 那就是千多元的 是相當之便宜的 那就是它可以再加記憶卡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不需要買 買到 最小 最小 最小都是64GB的 那你不需要128 你買64GB 再加記憶卡 都是相當之 性價比相當之高 加上 大螢幕 又有大電 這個都是賣點 另外就是 曉龍710 這顆U了 都已經是做到千多元的了 放到機器裡面 那我之前呢 都有介紹過 Oppo那些 都有很多都是710 都是千多元可以買到 是相當之划算的 現在 今年我想都是買710為主的 如果你中階機來說 入門 或者入門至中階 買710呢 今年是相當之划算的 因為很多廠都做到千多元的了 而我這一部呢 就是 比較入門一點 好像是4加羅四的 同樣可以幫大家 安裝Google Play 都是沒問題的 還有送一張降化玻璃貼 還有 還有 還有送一個 入耳式的耳機 對了 這個有送的 跟機呢 就有一個透明膠殼的 另外呢 我們一年的 免費一年代送國內原廠 做回維修保用的 如果大家對這部 Vivo Z5X 大屏幕麥克風大電快充 性能 也 性能都不錯 實用性又高的 有興趣的 想買這一部 那記得聯絡 我們的覺行電訊 我們的Whats estan ナ injustice न